这就是说 至少在四年前 三体世界已经停止了与地球的联系 这也就使得那批被降临派截留的信息更加重要 是的 在这方面 我真没什么可说的了 那我们找一个可谈的话题吧 麦克伊文斯欺骗了你 是吗 可以这么说 他从来没有向我袒露过 自己内心最深处的真实想法 只是表达了自己对地球其他物种的使命感 我没有想到 由这种使命产生的 对人类的憎恨 已发展到这种极端的程度 以至于 他把毁灭人类文明 作为自己的最终理想 看看地球三体组织 现在的局面 降临派 要借助外星力量 毁灭人类 拯救派 把外星文明 当神来崇拜 幸存派的理想是 以出卖同胞来苟且投生 所有这些 你们终理想 你们为什么不首先攻击这艘巨轮呢 拯救派的武装力量 大部分忠于你 是有能力 击沉 甚至占领他的 为了被截留的 主的信息 那些信息 都存储在第二红岸基地 也就是审判日号的 某台计算机上 如果攻击那艘船 降临派 就会在他们认为 危急的时刻 删除所有信息 那些信息 太重要了 我们不能失去它 对于拯救派而言 信息的丢失 如同基督教 丢失了圣经 伊斯兰教 丢失了古兰经 我想 你们也面临着 同样的问题 降临派 把主的信息 当人质 这就是审判日号 现在仍然存在的原因 这方面 你对我们 有什么建议吗 没有 你把三体世界 也称为主 是否意味着 你对三体世界 也产生了 像拯救派那样的 宗教感情 或者 你已经归一了 三体教 没有 只是习惯而已 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了 那我们回到 被截流的信息上来吧 也许你真的不知道其详细内容 但某些方面 某些大概的东西 总有所闻吧 可能 只是一些谣传 比如 三体世界 是否向降临派 传授了某些 高于人类现有科技水平的技术 不太可能 因为那些技术 很可能会落到你们手里 最后一个问题 也是最重要的 迄今为止 三体世界 发送到地球的 只有电波吗 几乎是的 几乎 现在的这一轮三体文明 宇宙航行速度 达到光速的十分之一 这个技术飞跃 发生在几十个地球年前 这之前 它们的宇航速度 一直徘徊在光速的几千分之一 它们向地球发射的小型探测器 现在还没走完 半人马座与太阳系之间的距离的百分之一 这里有一个问题 已经触发的三体舰队 如果以十分之一光速航行 那么四十年后 就应该到达太阳系 但为什么你们说 需要四百年呢 确实如此 由大型宇宙飞船组成的 三体星际舰队 质量巨大 加速十分缓慢 十分之一光速 只是它们能够达到的最高速度 在这个速度上 只能巡航很短的时间 就要开始减速 另外 三体飞船推进的动力 是正反物质的湮灭 飞船前方 有一个巨大的磁力场 形成一个漏斗形的磁罩 用于收集太空中的反物质粒子 这种收集的过程 十分缓慢 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才能得到 攻飞船进行一段时间 加速的反物质数量 因此 舰队的加速 是间断进行的 很长时间的收集后 才能进行一次 所以 三体舰队到达太阳系 所需的时间 是小型探测器的十倍 那你刚才说的 几乎 是什么意思 关于宇宙航行的速度 我们是在一个 限定范围内讨论的 离开了这个范围 即使是落后的人类 也已经能将一些物质实体 加速到接近光速了 你所指的限定范围 是不是指 宏观范围 在微观上 人类已经可以使用 高能加速器 将微观粒子 加速到接近光速 微观粒子 就是你说的那些 物质实体吧 您很聪明 审问者指了只耳机 我背后 有世界上最出色的专家 是的 是微观粒子 六年前 在遥远的半人马座星系 三体世界 曾将两个氢原子核 加速到接近光速 并向太阳系发射 这两个氢核 也就是质子 在两年前到达了太阳系 然后到达了地球 什么 两个质子 他们只送来了 两个质子 这几乎等于什么都没有送来嘛 您也说几乎了 三体世界 只有这个能力 只能使质子那么大小的东西 接近光速 所以 在四光年的距离上 他们只能送来两个质子 可在宏观世界 两个质子 就等于什么都没有啊 即使是一个细菌的一根毛发 也包含着几十亿个质子 这 有什么意义吗 它是 一把锁 锁 锁什么 锁死人类的科学 在三体舰队 到达前的四个半世纪 因为这两个质子的存在 人类的科学 将不可能有任何重大进展 据传 伊文斯说过这样的话 两个质子到达地球之日 就是人类科学 死亡之时 这未免太离奇了吧 怎么做到呢 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在三体文明眼中 我们可能 连野蛮人都算不上 只是 一堆虫子 汪淼和丁怡 走出作战中心时 已经午夜 他们刚刚监听了上面的对话 汪淼问 你相信 叶文杰说的吗 丁怡反问 你呢 信吗 最近有些事情 确实太不可思议了 但用两个质子 锁死全人类的科学 这 这也 首先注意一点 三体文明 从半人马做三星 向地球 发射了两个质子 竟都到达了地球 从四光年外 这 这也描得太准了 漫长的途中 有数不清的干扰 星际尘埃什么的 太阳系 和地球 都在运动中 这比从冥王星上开枪 击中这里的一只蚊子 都准确 真是个不可思议的射手啊 听到射手一词 汪淼的心 不由得紧了一下 这说明什么 不知道 在你的印象中 质子 中子 和电子 这样的微观粒子 是个什么样子的 嗯 几乎 是一个点 当然 这个点 是有结构的 很幸运 我印象中的图像 比你要真实一些 丁一说着 把手中抽进的烟地 扔向远处 看 那是什么 他指着 落到地上的烟地 问 香烟过滤嘴啊 很好 从这个距离 看那个小东西 是什么感觉 差不多 也就是一个点 对 丁一走过去 把过滤嘴拾起来 在汪淼眼皮底下 将它撕开 露出里面 以油白变黄的海绵丝 汪淼闻到了一股焦油味 丁一接着说 你看 就这么个小玩意儿 他的媳妇面积 如果展开来 有一间客厅那么大 他说着 一仰手 又将过滤嘴扔掉 用烟斗吗 啊 我 什么烟都不抽了 烟斗 使用另一种 更高级的过滤芯 三块钱一个 直径与香烟过滤嘴差不多 但比它长些 是一个装着活性碳的小纸桶 把里面的活性碳倒出来 也就是一小撮 像老鼠屎似的黑碳粒 但它们内部 微孔构成的吸附面积 展开来 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 这就是活性碳 具有超强吸附性的原因 你想说什么 汪淼很注意地听着 过滤嘴中的海绵 或活性碳 是三维体 它们的吸附面 则是二维的 由此可见 一个微小的高维结构 可以储存何等巨量的 低维结构 但在宏观世界 高维空间 对低维空间的容纳 也就到此为止了 因为上帝很吝啬 在创世大爆炸中 只给了宏观宇宙三个维度 但这不等于 更高的维度不存在 有多达八个维度 被禁锢在微观中 加上宏观的三维 在基本粒子中存在着 十一维的空间 那又如何呢 我只想说明以下的事实 在宇宙间 一个技术文明等级的重要标志 是它能够控制和使用的 微观维度 对于基本粒子的一维使用 从我们那些长毛裸体的祖先 在山洞中生起篝火时就开始了 对化学反应的控制 就是在一维层次上操控微观粒子 当然 这种控制 也是从低级到高级 从篝火到后来的蒸汽机 再到后来的发电级 现在 人类对微观粒子 一维控制的水平 已达到了顶峰 有了计算机 也有了你们的纳米材料 但这一切 都局限于对微观维度的 一维控制 在宇宙间 一个更高级的文明看来 篝火和计算机 纳米材料等等 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同属于一个层次 这也是他们仍将人类 看成虫子的原因 遗憾的是 他们是对的 你能不能说的更具体些 这一切与那两个质子 有什么关系呢 说到底 到达地球的这两个质子 能做什么呢 正如刚才那人所说 细菌的一根寒帽中 都可能包含着几十亿个质子 这两个质子 就是在我的纸尖上 百分之百的变成能量 我最多 也只能感到 像被针扎了一下 你感觉不到的 他们就是在细菌的手指头尖上 全部转化成能量 那个细菌也未必能感到什么 那你刚才 想说什么 没想说什么 我什么都不知道 一个虫子 能知道什么 可你 你是个虫子中的物理学家 知道的总比我多 对这事 你至少没像我这样茫然 就算我求你了 要不今晚我睡不好觉的 我要是说的多了 你怕是更睡不好了 算了 曹这份心 有什么用 我们应该学习魏城 和大使他们的打管 干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走 我们去喝点 然后回去 睡个虫子的好觉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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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